热闹的春节假期才刚结束 台中市文化局马上推出台中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 百年宫庙风华系列 要替三月妈祖系列盛会来暖身 今年邀请了台中在地的36组表演团队 在12座百年妈祖宫庙带来12场的会演 要邀请民众来台中热闹一下 走访宫庙欣赏一文演出 七年朋友一起台出代表12座庙的神教 象征妈祖驾到 热闹的春节假期才刚结束 台中市文化局马上推出台中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 百年宫庙风华系列 要替三月妈祖系列宗教盛会来暖身 像我们是祖祖和阿嬷娶大人 一直就了解说妈祖是我们庆祥的信仰 但是现在年轻人不一定知道 所以我们文化教 认真再来整月把我们中部 十二的庄庙庙百年的家庙 还整理起来 从十月到五月一直办这个家庙下去 我相信对我们这些年轻人 一定会越知道中部地区对妈祖信仰 今年以妈祖家道为主题 邀请了台中在地的36组表演团队 像是知名团体831 以及小狐手吕岳俊 也将登场展翼 将在十二座百年妈祖宫庙带来十二场会演 期盼全力让这项珍贵的传统宗教文化发扬光大 百年宫庙风华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所有的团队至少要有一半以上 是我们台中在地的表演团队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这两天来我们在地表演团队 在各种表演技艺上的精进 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再结合传统的民间戏曲 可以把我们妈祖信仰的特色 能够更为凸显 活动出来新设酒庄妈配合大年初四绕境 其余活动将在十号起在台中乐成宫 以及大甲镇兰宫等宫庙陆续会演 要邀请民众来台中热闹一下 走访宫庙欣赏一文演出 梁总环台中采访报道